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我们台湾的天气 是有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阴风面的话 北部东北部 今天白天云亮就已经增加了 那么另外今天晚上 还有华南云系的影响 所以今天的话是入夜之后 全台湾几乎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尤其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那么甚至持续到明天 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温度也会转量 甚至是有点变冷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出门要记得吸带雨具 穿着上面也要记得做一些调整 那么礼拜五 礼拜六的话 这个冷空气跟水气 就会逐渐远离了 所以算是天气再逐渐好好转 有这个空档 提醒大家可以好好地把握 来看一下云图上面 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台湾 可以看到这个除了东北风之外 华南有一些水气 一些云气慢慢地往东面 移动到我们台湾附近来 那么它南边的这个位置 也是比较偏南一些 所以这次影响范围 不只是北部跟东半部 就我们中南部地区 也都是在它整个云气的影响范围之内 所以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最主要 降雨机率比较偏高的 还是我们的中北部 还有东北部地区 降雨机率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这波影响大概就是到 明天礼拜四 礼拜五的话冷空气减弱 水气减少了 天气会再度的好转 但是礼拜天还会再有一波 微弱的东北风的增强 下个礼拜二还会再有一波风明云气南下 那么这一波的话 目前看起来也是水气相对来说 相为稍微比较多一些 所以未来的一个礼拜的话 天气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来看一下我们北部的温度趋势 我们最担心就是比较容易早上感冒的 这个天气就是温度落差很大的时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明天的话中午高温就因为云量增加 再加上这个下雨还有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今天已经降到19度 明天的话预估中午高温就16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湿凉湿冷的天气 所以穿着上势必要做一些调整 礼拜五开始温度才会逐渐的这个回升 尤其是这个白天的高温 那么南部的话因为受到冷空气影响 比较不是那么明显 中午高温还是会因为云量增加 稍微往下降一点 但是落差不算是很大 低温的话大概在19到21 23度左右 未来会逐渐的这个往上升 那么这个在未来四天下雨的范围 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礼拜四的话 因为受到华南云气的影响 中北部东半部地区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但是要特别注意是局部地区 可能雨势比较大 但是也不至于到说这个非常的多 只是说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已经是有点像是 春天的这个降雨了 这个雨势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礼拜五跟礼拜六的话 这个转成偏东风水气也减少 所以东半部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整个西半部来说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天气 礼拜天的话东北风在增强 这波东北风不算是很强 但是已经方便 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 云量也是会增加 也只有短暂的阵雨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